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住,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亲自抛星光谷给阿父泡酒 你们呢 她是从未喝过的 万琪琪 今日是殉酒生辰 你言谈举止怎么像似 如毛隐血的野人 御前宴饮时 家父拿报谷酒前去献报 圣上还夸我是叫门狐女 怎么 你是想说圣上 也是如毛隐血的野人吗 这 这早 确实没胃 程家妹妹弄错了 你尝的这个不是真枣 金丝枣是用蜜糖果牛油细面 争扎而成 形如蜜枣却不是枣 圣上平定天下后倡议节语 你呢 这就开始以奢秘点人了 别张口圣上闭口天下的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身上的穿戴 就是 这么体谅民间几股 怎么不自己穿着破衣烂衫去田里耕种啊 怕是不舍得自己这一身精英珠宝吧 齐齐阿子随万将军在外征战多年 要抚恤伤亡兵族家卷 并不比亲自耕种来得容易 谁会花十几道工序 做上这样一份典型 更何况将士们在战场上 协力活力搏杀 你们却在这平安都城里大吃大喝 这般惊喜日子我们武将家眷 可过不了 这样的宴席我们不吃也办 还有阿子们桌上这些好吃好喝的 上靠苍天必有 下靠圣上夜以继日为国操劳 更靠前方战士们尽心竭力 你们想着这般福气 讥笑我们武将之后 也不知怎么好意思 冰郡主 冰郊就到了 程家妹妹气性太大了 我们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别在贵客面前闹笑话 哪儿来的贵客 你 你 还是你是贵客啊 是 汪玲 少不一言俗听 是十一郎 十一郎今日 要来给郡主庆贺生辰 我忘了 程家妹妹好像一直都被关在庄子上 都不曾有机会见过十一郎 不如这样 今日呢 你先乖乖听话 没准能瞧上一眼呢 汪玲 瞧你那脸花痴的样子 你想见十一郎 自去见好了 攀扯少少妹妹做什么 我还以为是谁呢 不过是十一郎 那我可要失陪了 对了 万雷 十一郎倾慕我已久 可惜我对他毫无兴趣 见面也只能徒增尴尬 失陪了 郡主 您是 我就是倾慕你许久 带你去对我毫无兴趣的 十一郎 林将军来了 快行坐 林不宜 林不宜就是十一郎 完了 齐齐子 汤子 些许是方才精色才有问题 我不是 肚子疼 快走 快走 林将军 能收我的情景 来我的生日宴 一场很高兴 在下已经后悔来了 我看这汝阳王府 容不下武将 林将军驰骋沙场 李立战功 我等仰慕还来不及 怎会容不下呢 方才是以承家妹妹说笑 若真瞧不上新晋武将 也不会邀请几家妹妹来此 可我看这席间 并无任何武将家军 真请了 少少妹妹和七七妹妹刚走 赵军妹妹有些小时也未曾入席 林将军去往河 去往约袭即将开始 少主公去找 时不得金丝早的武将们聊聊 等等 十一郎就是林不一 林不一就是十一郎 你连十一郎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 就夸狗说得轻无于你啊 我那不是想气气亡灵吗 谁知这么巧啊 可林将军看似于鸟鸟十分熟人 谁与他熟人啊 你可还记得旧公被抓 他当初抓旧公之时 我隔着车帘给他指了一条路 谁知道他这个人恩将仇报 来我府上对着阿福说了一堆有的没的 你们可知晓 郁昌郡主心仪的便是令不一意 那日灯会 郁昌郡主落水 你们可知道 我知道 我那日刚好去凑热闹 却发现郁昌郡主 在潜水里假装扑腾 还综合扑栏路 我便一脚把他在扑中踹了下去 谁呀 快 快 后来就露馅 那当时可是你做下的 我早就听说 郁昌郡主落水啊 本事为了兴灵不移 小的 被你这一脚给传露馅了 他回来的时候 连两只眼睛护得跟烂桃似 全都城的人都在看他笑 就下子 此时大了 此时千万不要说出去 莫要让我阿姆知道 她知道 一定会扒我一层皮的 这哪是生产宴了 分明就是鸿门宴 不来也罢的 我也是 最讨厌啊 比那帮惺惺作态的世家女笑容 还是承家妹妹最合我心的 我阿富啊 时尚不禁 根本不像承家叔母 古本首剧 不去了 七七阿子与万伯父 当真是这么想的 那当然 我倒觉得 与七七阿子里 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觉得阿子性子蛮好的 倒不像次兄说的 排行最小 又爱撑老大 谁撑老大了 整日就知道背后编排我 他人在哪儿呢 四兄 怕是以其他公子们 在一起射箭吗 走 找他给顿 等等 七阿子 我就不去了 你们先去吧 我四处转转 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啊 那帮贵女看起来 柔柔柔的 没一个好相遇 那燕燕 你跟我去 燕燕去 快 你气死我了 对不住了 四兄 还是 Avoid 射箭 嗨子 你别跟着我 赵俊妹妹 赵俊妹妹 你等等我啊 赵俊妹妹 世子 你别这样 赵俊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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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子 你别这样 世子来郡主生辰 所为何事啊 近日与你相处 十分透气 我有意向何家提亲 可是你总是回避我 可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令昭君妹妹生厌呢 你我才认识几日 现在提亲是不是太快了 况且我还深有婚约呢 你是说娄家那小子 你不是都说了吗 他憨傻待遇 只会说教育你 可是我若毁婚 阿妖会变全城笑柄的 你处处替他考虑 可他却不懂得珍惜 还总是惹你生气 我瞧了心疼你 四娘子吗 你今日怎么穿得像个狼 好 关你何事 我父母如今都不穿这颜色了 关你父母何事 我恩师 你收到丧夫人的谢 这关你恩师又 你若是想道谢的话 那便就好好说 上来就说气人的话 多谢女公子 恩师原本欲揭在心 落落寡欢 今日已好许多了 今日在下特向你道谢 善见言出必行 将来你若有凡处 我定不对此 好 我记下了 不过你放心 我既不会让你忤逆谋反 也不会让你悲心弃义 更不会让你娶我 此事了结 我们就此别过吧 谁跟你就此别过了 你们果然在这儿 阿遥 阿遥 老公 骆遥 你站住 你要做事 我还想问你们做什么 方才我听得明明白白 她要去何家提亲 是啊 萧家是有此意 可我还没阴语呢 若你肯对我好些 我便向阿父回约此事 毕竟你我二人自小定亲 我也不忍令你将来被人耻笑 你只管去嫁她好了 我从不留恋于你的婚约 只不过我楼家重信守诺 曾忍到今天 好啊 谁稀罕 但就退亲 不如你索严去嫁那肖世子 她从来不像你这般气我 她善见仁义 比你强千辈 百辈 我告诉你 日后成亲 我便随她会逢一句 到时候闲来 我们就去游山玩水 她还在水中建了一个别院 说将来便送我了 日后我与她 不知道多快活 你我说不定 连个命都救不到了 好啊 一言为定 好啊 站住 看什么看 再看我挖你眼珠子 好啊 女公子 对不住 别往心里去 又不是只有我一人在 袁山剑 你混蛋 你要躲起来 为什么不拉我一起啊 男女瘦瘦不轻 再说 你不是要与我 就此别过 我今日就是要告诉你 此事 完不了 你可知 方才那两人是谁 那位郎君 是何东楼师二房幼子 楼阳 另位女公子 是何昭君 萧綦将军何勇之女 两人自小定心 我又不想知道 这跟我有何干系 你也大了 非但要读书识词 诸如释迦谱系 祭祀礼 你也都该尽快学起来 我见你除斗气斗嘴 诸是不会 程夫人就对你没个打算 是否应刚回都城 尚未来得及为你们姐妹 寻找女师啊 我可举荐一样 你走开 若是萧和两家结为殷亲 那么此案也会牵连更多的 这个案子 必须尽快了解 去查一查 这半年来蜀地 有哪些官员来过赌场 邵蜀宫 是怀疑萧世子与蜀中勾结 前几批军械都运网了蜀地 蜀地归降多年 早无战事 他们买这么多军械干什么 怕是蜀地早有二心了 但我们必须早做筹梦 这个袁绅 真真是脑子有问题 我先打掌 你这好 是真的吗 我先打掌 我先打掌 预访我说 你这个闭上 utiliser 别管我 救命啊 救我 救我啊 汤子 救命啊 救命啊 救我 救我啊 救命啊 真的好痛啊 好痛啊 快来 竹子 怎么会落入水中啊 我就知道谁了 私的莫处之事 只有你们干得出来 悠悠 不要跟他们支气 免得开架中丢脸 丢脸 你非但破坏郡主好事 还有意勾引十一郎 这世界还要比你 更心存龌龊之人吗 也对 你从小你父母就把你丢弃 你二叔母又不曾教过你 怎会知道何为光明磊落 何为规矩手里 这一肚子的阴损吃得之事 也只有你这种粗壁无垠 无缺无缺的人才能做得出 陈上上 你突然闭他 不要打 我们已经可以 让你们欺负我村子 住手 我让你们欺负我村子 让你们欺负他 放手 当你滑上沙 我都别打 别打 别打 别打了 感觉 奔就手 你放手 你放手 大人 程少商 你疯了吧你 竟然打我 你身上粗鼻无闻 打架 就会干中你 居然打架 这程家四养子 果然出 出人一两眼 瞧这可怜劲儿的 怎么一言不合就动手呀 这是谁家的女娘 教得如此不懂规矩 王家娘子 是我家贵客 你这女娘 怎么能随意出手伤人 这明明是祸 怎么能算受伤 一个人出手伤人 老王妃息怒 今日之事 各自都有错 但就算再气 也得先找个医室 给王家的女公子瞧瞧 倘若是伤了容貌 怕是婉姨 伤伤妹妹伤得如此的重 王家娘子 你吓得好狠的手啊 你 我从未吓过狠手 明明是她先动手的 她文明就是个疯子 证据呢 我 没错 是我先动手的 要求你 我认为我坏渊之水 我发现 我不搜水线的汤子 被推入湖中 他们就是想斗影我 然后想害我 还说我什么 促闭无闻 无父无母无人教导 我再无父无母无人教导 我也干不出 是人命如草芥之事 那如此说来 今日之事倒是我们做父母的 没有教导好自己的女儿了 灵儿素来刀子嘴豆腐心 平日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今日就算她说错话了 她并不是说错话 她一字一句都是对的 此事我无法辩驳 不过她害我亲人 将我堂子推下水 实则不能原谅 打人不打脸 接人不接短 难道受伤妹妹 是因为懒惰唇们才没好好读书实理的吗 知道人家有隐痛还得理不饶人 便是世家教养吗 今日他们还说我们武将之后 缺少见识 可是懂规矩的程杨妹妹 不也被他们丢下水了吗 杨杨你说 是不是他们 杨杨 你还能说话吗杨杨 他们就说不出话了 你看人家杨杨可怜哪 那又如何 不过是姐妹间玩闹而已 怎能轻易言不合便动粗 万一文秀军追究起来 你们可都担当起惩罚吗 不过是小女娘间的玩笑 也不能伤及无辜性命 老王妃若是要罚 必须两个人一起罚 先动手的才该罚 是王家娘子先推汤子下水的 他们还想要扮马身 把我扮入湖中去 血口配人你 无凭无惧之事 岂可乱说 林将军到 妖妖 妖妖 你还想要扮马身 诸位 这是我手下侍卫 方才在花园之中 识得的伴马身 这审委之上 还有府上印记 老王妃若是想学人查案 则需要证据 而这 就是证据 这 子盛 你可真有意思 怎么还把一堆烂绳子 捡回来了 我说了这是绊马身 承阳侯夫人若是不信 可看下楼家女公子的双手 她害人不成 手还被绊马身给磨破了 死举 慎蠢 子盛说得哪里话 不够是家事而已 此事关乎姓名 老王妃若是神理不清 明日庭位俗 我亲自生命 告辞 我方才都说过了 不过是女公子们玩闹而已 也知道我们这些长辈们 如此心事动众吗 还说什么庭位府 依我看 此事不如就算了 就是 王家女公子的母亲文修君 今日又不在 那自然是算了 否则 怎可这样轻易了事 你说呢 程伯夫人 疼 疼 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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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这儿 狗屁君主王娘子 你公子好好带贺里尚文 怎么被他们打成这样 他们也太嚣张了些 什么叫被他们打成这样啊 你是没见见王家娘子 那也被我打的才就一个惨 你放心吧 这是我自己打的 有输人呢 自己打的 你公子 你自个儿招姓子瞧瞧 伤成这样了 还说什么心里有数 你别说 你走着两边还挺对称的嘛 美方 你放心吧 你别看现在是肿 如果两天定的肖肿 肯定王林不一样啊 我掐在她腰上那几下 手法可谓是极致 保管她几天起白床 每一宿都睡不着觉 好 野公子 女君请你去酒追堂问话 美方 快去跟阿胜们说 让他们都去酒追堂 等着救命呢 是 等等 爷爷 我一定会想到她的 她要想到她的 她的手法 她要想到她的手法 好 好 她要想到她的手法 她要想到她的手法 阿富 按摩 不是说只是打闹吗 那个姓王的小娘 巨人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了 我的儿啊 疼不疼啊 还能看见为父吗 阿富不必担心 女儿不是 见过阿姆 好好好 见过阿姆 这里 见过阿姆 行了 受伤的不止鸟鸟 好 将军 你就别只顾着看自家的孩儿 其他小女娘的脸 也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好好好 打在了其他的地方 小女娘打架 花拳袖怼 出不了重伤 只能折到肋骨啊 还是断手断脚啊 还能有脸要紧 咱们家鸟鸟 还没有许晦伦家 这脸要是好不了 我跟他们没完 少商 我问你 今日你可知错 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还问他错 你要知错 好 那你说 错在何处 从今晚后 无论是谁欺辱他路 又或是 刻意羞辱女儿 又或是诋毁成章 女儿就再也不会打人了 阿芳母 就算之后 有人要杀娘娘 娘娘也再不会出手伤人了 吴老师啊 老师啊 你别跟我赌气顶住 你家中无忧长辈嘛 你若是有理 为何不找长辈来论 却要大打出手 我不管你是否真心认错 明日 你务必去王将军府上 给王林赔罪 我 我去不了 王林 王林他是不太爱打的 好胆色呀 你 我倒是要看看今日 你是否知错 来人 阿姆 阿姆息怒 阿姆息怒啊 怎么是你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阿姆 ��서 你 帮 governor 있고요 好 如果 你就 这个 看见 就是 什么 很多 这事也有事 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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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到 可以了 马上就到 下面没人了 真的没事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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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都晕了 兄弟 我不必担心 娘娘好着呢 一啥事了没有 好着呢 若是我与少公在场 妹妹们也不至于吃 这么大的亏 阿姓这是哪里话 若不是你们今日来得及时 娘娘又要受一段笔肉观色 只要你还在府中一日 就逃不得这顿打 这阿姆要想罚人 何曾落空过呀 娘娘 现下你打算怎么办呀 不如用我的冠状法子 跑 确实个好办法 每次少宫跑出去 朵朵再回来 这阿姆若是过了气头 总会说些一些 也不是每次 十回有那么一两回能捉情就 那也好过毫无指望的等法 要不还是回去认个错 你想让我回去挨打 我这辈子也干不出 那么愚蠢的事情来 娘娘 都怪我 若非我未能小心谨慎 怎会找他们的道 更不会惹下这般大火 唐子不必内疚 就算是不为了唐子 我为自己 也定会找时间去收拾他们的 更何况 唐子在阿姆心中 本来就是安分躲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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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头去跟女君告歉吧 好 好 能不能比在外面洞死枪啊 我也是 第一次第一次离家出走 我怎知外面这么风大 经验不足 早日该哪个毕所到达的 哎呀 下次下次我弟会准备脱贴的 还有下次 夫人 夫人 来来来 你们父子 就知道偏袒鸟鸟 左拦右挡 我还能把她吃了 现在又来跟我卖好 鸟鸟是女娘 怎能与皮小子一样责打 之前你也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春 写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后面 也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收视频 这家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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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不爱好心 她 她是有病没心 你 她 走走走 快 快快快 你给我吧 快快快 你这苦肉剂使得颇有些自损八百呀 你这苦肉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苦肉剧 袁公子 莫要给人随便宅罪你 在我面前还装 听说王玲 那天连玉昌郡主的生辰晚宴都未曾出席 从见伤得不轻了 张玲 你竟然不怕你竟然 不过 即便你要对付她 也用不着自残啊 那要如何 不怕她 反正我也不怕她 反正我也不怕她 大不了以后社交邀请 我不去便说 原本家母 还想过两日邀你 邀各服女眷 过服赏梅 赏梅 你 你该不会是想相看我吧 涉及自身婚事 你小女娘就不能 装些害羞模样吗 我又不想嫁你 有什么好害羞的 你要想嫁我也得想娶啊 吴家仙妇将来是交东元氏的宗妇 自然要端庄贤淑 年若续老 这个料 更别说 祭祀宾客 首领助介负 绝对不能像你似的 不贺拔拳相向 多谢袁公子相救 幸福啊 你慢慢跳 慢慢跳 我们先走了 等等 这是我家不常用的紫鱼糕 背包 不用感激我 我就是觉得你这伤 勇爱观瞻 这个不会毁我容貌吧 就你如今这副模样 还用得着袁某来毁 赶紧回府吧 别总赖自袁某车人 天寒地冻 女公子这副尊柔 就莫要出来吓人了 孙公子 阿姓 还好 阿兄 还好你没走远 你这是刚从谁的车架上下来了 阿福让你先回去 说是阿母已经许诺 只是发你写字 其他事不追究了 写字 那还不如追究我呢 我 我想好了 我去托邦去家子 去万府 阿兄们 再过两日 阿母消气了 好 你们再来救我 六宝 来 你跟阿兄他们回去 我跟他 阿兄能完了 大约 大约是 灵将军得知万某 喜欢收藏真品 前来鉴赏一下 此话好说 我万家的宝贝 灵将军只要看上了 什么物件随便挑 属地堪于图 万将军可否割爱 什么图 密系图 原来灵将军你也 属地堪于图 属地堪于图 灵将军此番 如果是为这张图而来 那你就不必再说了 万某属地一役 若能得此宝图 早就撑给圣上了 还烦您大驾 来探查一番吗 当真没有 当真没有 当真不骄 灵将军 这没有 如何叫啊 如何叫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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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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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